啦啦啦啦 轻轻摇摆 啦啦啦啦 轻轻摇摆 彩排舞台上这群年轻人歌声清澈明亮 舞蹈动感活力 他们就是由姚景元 丁程鑫 冯佳琪 宋亚轩 刘耀文 五位00后少年组成的台风少年团 自从2018年10月出道后 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登上湖南卫视的舞台 今晚他们会带来小虎队和TFBOYS 两代青春偶像团体的三首经典歌曲串烧 而为了这次的节目 小伙子们会做什么准备呢 哈喽大家我们是TYT台风少年团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就是一首跟青春有关的歌曲 然后通过一个串烧 对 然后能更直接地表达给大家 我最爱的歌 谁爱他是少爱 我最爱的人啊 都去哪里啊 台风少年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在音乐道路上 他们不断尝试突破 从欧式复古风的狼少年 到热血中国风的少年狼 都表达了他们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 那么出道以来 少年们的学习排练状态 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天大概 一天大概有一 二 三 四 还有录音室反复练习的和声 新的一年 少年们许下了新的目标和心愿 青春的话就为了一个梦想继续努力 就是青春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多吃汤圆 2月19号晚 台风少年团现身 国能卫视元宵喜乐会的舞台 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在后台几位弟弟也接受了媒体群访 快来看看吧 挺软的 好 我们每个人来跟 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TYT台风少年团 各自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TYT台风少年团刘耀文 大家好 我是TYT台风少年团姚锦园 哈喽大家好 我是TYT台风少年团丁承兴 哈喽大家好 我是TYT台风少年团马嘉琪 哈喽大家好 我是TYT台风少年团宋亚轩 我觉得看各位这么年轻 我非常想问一个问题 今天有收压岁钱吗 各位 每个人 有 有吗 好幸福啊 还可以收压岁钱 那你们今年对自己有什么新年的期望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目标 新年的期望的话 就是希望自己能尝试越来越多的东西吧 就是精进一下自己的一些技巧 我的话呢 我的话就技能方面提高吧 我的话呢就各个方面都提高吧 我呢就想学学编曲啊什么的 就是然后还想养狗 那样狗嘛 我想开TYT专属的万人演唱会 好 对马上就要开学的粉丝们 没人说一句自己想说的话 对马上就要开学了 马上就要开学了 就是见到同学 就是心里面有些激动吧 就重返校园会有点开心 因为回到学校还是一个学生嘛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压力会没有那么的大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啥呢 那你觉得重返校园吗 我觉得心情还不错嘛 就也会更好努力学习吧 下一个问题是啥呢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们接下来的训练什么学习计划 然后还有工作计划 接下来工作计划就是保密嘛 然后学习计划就是 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最后一问题就是 对马上就要开学的粉丝们 有每个人说一句想说的话 每个人给粉丝说一句想说的话 多好好学习 多睡觉 然后多吃核桃 为什么要多吃核桃呢 因为要补脑吧 好吧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在学校就好好学习 好好努力 然后回到家里面 把这些做完了之后再玩 然后一天不要那么的累 然后开完之后就感觉就是放轻松了许多 然后晚上都睡得着了睡得香了 接下来工作计划就是保密嘛 然后学习计划就是 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芒果拉新闻 更多精彩内容 就在芒果TV看哟 把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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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